作为一个人 你的德性向地学习 为什么学地呢 天无私父 地无私宰 就是老天爷不会有私心 我照着谁 我不照着谁 不会 地也不会说你是个好人我就拖着 你是个坏人我就给你地震 不会 所以天地有大德就在这 所以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天是按照道的规律来的 道怎么来的 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有很多种解释 我听过很多人都是不同的解释 有人说什么叫道法自然 有所自而有所然 有所自而有所然是什么呢 因果呀 这道法就是因果的关系 也有人说道法自然 它就这样 道法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这都说得通 所以大家可以慢慢体会 你在一生当中慢慢琢磨 反正都没有定论 几千年都没有定论的东西 琢磨它就是很美好的意见